俄乌两军交战除正面交锋外 背地里的争斗远远比想象中的还要残酷 俄乌冲突开始之后双方都出现一些莫名伤亡 最后只能用内鬼来解释 内鬼是俄乌两军都无法避免的状况 通常只能对内部消息尽力隐瞒 对于内鬼则是发现一个处理一个 近日 瓦格纳老板爆出猛料 有一位俄军士兵私自摧毁弹药库后 还将没有武器的俄军部队具体位置汇报给乌军 随后乌军快速对这支部队进行袭击 在与内鬼里因外合攻打俄罗斯时 瓦格纳部队及时赶到 瓦格纳士兵将进攻的乌军包围 这次俄军部队差点全员阵亡 都是因为这名内鬼与里因外合 虽然普里格金的话并不能全信 但是从俄军部队内鬼发生的频率来看 这件事情还是很有可能是真的 俄乌冲突不仅是一场多国混战 还是一场谍战戏 俄军谍战戏再次上演已经见怪不怪 内鬼的出现通常都是防不胜防 在去年9月份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现国内一个内鬼泄露情报给乌方 在工作中这名内鬼接触到绝密文件 会提前将文件中的内容用手机拍下 然后会通过网络传给同样在航空公司上班的乌克兰公民 之后这名男子被俄罗斯安全局逮捕定为叛国罪 还有之前 俄罗斯也发现税务局有三名工作人员泄露国家安全局的名单给乌方 乌克兰内鬼情况比俄罗斯还要严重 在去年7月份 泽连斯基便开始抓内鬼 一口气将800名官员定为内鬼 这次内部大清洗让外界看到原来内部竟可以有如此多的内鬼 在去年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已经发现600多起有关叛国的案件 一名乌克兰官员也曾讲到 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内鬼 因此 泽连斯基就算进行内部大清理也无法将所有内鬼清除 而且内鬼是无法彻底消灭的 总是会有新的出现 由此可见 如何发现内鬼 防止内鬼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面临的难题 虽然内鬼出现防不胜防 但是任何时候都需要警惕内鬼出现 就像在这一次 如果没有瓦格纳士兵及时出现 这些俄军士兵都将死在乌军枪下 被战友出卖失去生命也死得太冤 但是并不是每一次内鬼的行动 俄军都能及时等到援军 乌军面对同样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 俄乌两军只能在今后任何时刻小心使得万年船了